你好 欢迎收看1月13号大华联地方信物 我是陆宇慧 一开始来关心投票的情形 国民党籍的立委候选傅坤奇 一大早是在妻子徐称卫陪同之下 手牵着手前往吉安国中活动中心来投票 他脸上带着轻松笑容 没有太多紧张和担忧 不过他还表示说 投完票最想做的就是好好睡一觉 也期待明天一大早太阳会升起一片蓝天 13号一早虽然天气较为凉快 但还是有不少民众一早就到投票所报到 而国民党籍华联县立委候选人傅坤奇 也在妻子徐称卫的陪同之下 手牵手前往吉安国中活动中心完成投票 台湾人民非常的善良 大家需要的是安居乐业 还是成为大国博弈下的砧板上的鱼肉 到底我们要当别人的棋子 还是好好跟全世界做朋友 我们可以超越新加坡 成为全世界最繁荣的国家 此时此刻 2300万人要做最后的决定 未来的四年 到底是兵凶战危 还是安居乐业 社会祥和 我们跟全亚洲全世界来做朋友 让我们观光所有的产业 全面的发展 那当然民主的可贵 就是在今天投完票之后 不论结果是如何 台湾人民 中华民国人民 还是要团结在一起 面对未来国家所有可能的 遭遇的这些挑战 我们还是要团结一心 傅昆奇面带微笑 沿途和民众打招呼问招 神情相当轻松 但他表示投完票 最想做的就是好好睡一觉 因为竞选期间 不仅是只有自己的选区 也要配合全国服选 喉咙也需要休息 补补元气 期待明天一早 太阳将会升起一片蓝天 记者 徐丽晴 吉安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